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21号星期二 为了感谢大家对三高代谢宝的支持 健康520特别推出了15加1好友分享活动 购买15瓶三高代谢宝 即可免费获得1瓶 分享此优惠活动给您的好友 让他们也能享受这个优惠 赶快行动起来 和朋友们一起享受健康吧 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查询 链接请建置顶留言 95万人已撤离 美收到以军拉法作战方案 加拉格尔反击中共制裁 将会继续停台 莱希去世 西方官员为伊朗国内动荡做准备 外界货查中国活动人士张展出狱后状况 都与中共有过节 印澳合作大幅度增加 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以色列正在扩大拉法的军事行动 21号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 美国收到了以色列为拉法所制定的军事计划 并且表示初步满意 以色列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说 在消息传出之际 以色列军方估计 随着地面部队在拉法东部行动 大约95万巴勒斯坦人 已撤离拉法地区 军方称 以色列在疏散拉法人口时 吸收了过去的经验 疏散速度比美国预期的要快得多 而在以色列国防军进入该地区之前 有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在拉法避难 以军相信 在逃离拉法的人群中 一些哈马斯分子也随同平民一同逃亡了拉法 进入了人道主义区 以色列认为哈马斯领导人和主要的军队都在拉法 同时当地可能还会发现数量不详的人质 21号 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以色列在拉法的针对性行动以及军事压力 可能会帮助人质交易重回正轨 以色列已经考虑了有关拉法计划的一些建议 当局在谈判中的地位正在提高 在加沙前线方面 以色列军队继续在甲巴利亚进行清理行动 以军第七装甲铝对哈马斯部队发动空袭 而武装分子使用迫击炮 小型武器和简易爆炸装置与以色列军队交战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在5月21日访问了甲巴利亚的以色列军队 当地的甲巴利亚难民营发现了四名人质的尸体 哈勒维表示 以军寻求击毙尽可能多的伊朗代理人指挥官和战士 摧毁军事基础设施 并将死者和生存的人质送回以色列 5月21日 以军也在拉法东部与哈马斯武装分子展开交战 以军方面也证实 纳哈尔步兵旅正在拉法行动 他们当天占领了一处哈马斯的隧道竖井 截获了哈马斯的资源 以色列国防军目前有5个旅在拉法作战 以色列时报表示 由于处于不立即扩大形势的考量 以军推迟了立即向拉法派遣两个师的军事计划 巴勒斯坦记者在21日报道称 从军事角度来看 以色列军队尚未向拉法市区推进 但正在沿着费城走廊进攻 两支哈马斯民兵部队 用迫击炮攻击在拉法东部活动的以色列军队 遭到猛烈还击 另一方面 就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高层 发布逮捕令一事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评论 在21日 他表示 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 正在将国际刑事法院变成代署法庭 并补充说 这名检察官应该关心自己未来的国际合法性 内塔尼亚胡猛烈抨击卡里姆汉 指责他妖魔化以色列 破坏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全球地位 这样的做法是在把国际刑事法院变成建民机构 人们也不会再认真对待他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 卡里姆汉的声明是可耻的举动 目的是干涉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试图剥夺以色列的自卫权和要求释放人质的权利 因此必须立即予以拒绝 中共政府禁止前威斯康辛州联邦众议员 中国问题委员会前主席加拉格尔入境 并且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财产 对此加拉格尔在21号作出回应 他在声明中指出 这项制裁反映出中共的永远偏执 以及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长期斗争 加拉格尔写道 美国制裁中共官员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行 以及贩运致命毒品 芬太尼潜体化学品的做法 而中共制裁的都是说出自己的想法 或者实事求是的美国官员 发言人表示 加拉格尔在中国没有任何资产 加拉格尔指出 中共过去曾批评他访问台湾 不过这不会阻止他的任何做法 他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返回台湾 讨论如何加强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对华鹰派的国会成员之一 加拉格尔具有长期的维护台湾民主的主张 近年来 他呼吁美国加强台湾的防御攻势 以阻止中共的潜在入侵 最新的制裁 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就职的一天后实施 中共当局声称 加拉格尔近年来频繁干预中国内政 加拉格尔说 在中共试图镇压民主人士的同时 外界应该继续揭露中共对内部的独裁压力 和对外部的侵略行为 这样能够促进美国与其盟友的安全 自由与繁荣 他表示 过去中共批评他只去台湾 而不亲自去中国看看 现在他被禁止入境中国大陆 因此将理所应当地继续造访台湾 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21号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也发布了对加拉格尔的支持 声明表示 加拉格尔有效的领导了针对中国挑战的对抗 北京的制裁无法阻止他继续展开工作 在加拉格尔4月离开议员职位之前 他曾鼓励推动要求TikTok脱离母公司的提案 而在今年2月 加拉格尔也曾访问台湾 会面时任总统蔡英文 伊朗总统莱希在直升机空难中去世 引发外界关注 21号 欧美官员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 随着德黑兰新政府的成立 围绕伊朗产生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 外界需要准备好应对一段更加动荡的时期 各界预计德黑兰不会做出重大外交政策转变 华盛顿和欧洲各国官员表示 伊朗会继续深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和其他民兵组织 并推行其核子计划 而在目前情况下 伊朗可能会对威胁做出更加极端的反应 该政府可能正在针对潜在的政治动荡做准备 美国国务院对莱希和其他伊朗官员的去世 表示官方哀悼 同时重申支持伊朗人民争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斗争 作为处死数千人的德黑兰屠夫 莱希的丧生引发平民庆祝 在飞机失事时 伊朗各个城市的人们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走上街头燃放起了烟火 以此庆祝一名伊朗残暴领袖的死于非命 而在近年期间 莱希也是镇压国内人权抗议活动的关键一员 引发民众反感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 马洛尼表示 伊朗、哈梅内伊政府和安全官僚机构 都感觉到政府变得虚弱 从而会更加虚张声势 同时 该国外交部长的趋势 也导致伊朗与西方的交涉受到阻碍 与美国的核谈判被搁置 德黑兰储存了足够制造 大约三枚核武的裂变材料 并有继续发展它们的趋势 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反映出 当局正在与西方达成和解 同时 伊朗谴责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 达成了部分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草案 这意味着 哈梅内伊当局可能会出现异动 准备干预地缘政治平衡 21号消息 因发布武汉疫情影片 而被捕入狱的中国活动人士张展 在失踪一周多之后 被证实出狱 据悉 40岁的张展被证实 已经从上海一所监狱释放 在大流行期间 张展用120多个影片 记录了疫情如何在武汉肆虐的情况 遭到公安拘留 他于2020年被中国法院判刑 来自中国人权民主活动人士的消息称 张展仍然受到中共政府的严密监视 但是已经能够透过微信软件联系他的朋友 张展目前离开监狱 但是被监视居住的地点仍不清楚 自5月13日张展出狱以来 西方政府和人权组织一直在发起寻找张展的号召 美国国务院英国和欧盟都对他的安全表示担忧 张展的家人和律师表示 在他被拘留一年左右时 曾在狱中绝食抗疫导致病情加重 5月21号 中国维权人士转发一段短影片 显示在5月13日凌晨5点 警方陪同张展抵达张展哥哥在上海的家中 影片显示张展穿着睡衣录制了视频 他看起来很疲惫 尚且不知拍摄这段影片的人是什么身份 张展在影片中感谢大家的帮助和关心 随后挥手告别 说我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张展的维权人士朋友称 影片中可以看出张展在绝食期间 减掉的体重有所恢复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当局阻止他的家人和朋友接他出狱 在最初政府不希望张展出狱后留在上海 还希望逃避媒体追踪 旅居伦敦的张展关注组发起人王建宏表示 张展好像是获得了一部手机 可以访问他的微信账户 还能与家人以外的人交谈 这表明北京已经感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王建宏说 仍然担心张展的健康和自由 但至少他的病情再有所康复 外界仍然高度担忧 中共可能会长期软禁张展 限制他应当具有的自由 非盈利组织人权观察副主任王松莲呼吁 从监视居住中释放张展 让他能够不受限制的生活 在中共与国际社会脱钩加剧的情况下 印度与澳洲两国的贸易活动增加 并且发展态势良好 面对印度快速发展的市场 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 澳洲对印度的出口活动发展迅速 包括烙梨、鲑鱼到电动马达和药品等产品 在内的出口贸易稳步增长 法雷尔将与澳洲的关系描述为巨大的胜利 他在演讲中表示 堪培拉计划斥资1400万澳元 约940万美元 进一步扩大与新德里的联系 内容涵盖向印度派遣商务代表团 发展农业食品、教育、技术 以及关键矿产等能源和资源等行业的合作 法雷尔出席了澳洲印度关系中心 帕拉玛塔总部的落成典礼 近年以来 澳洲一直寻求加强与印度的外交和经济联系 试图实现贸易多元化 摆脱对中共市场的依赖 在2020年起 澳洲因为发起大流行溯源号召 而遭到中共的贸易打击 在这之后 该国开始发展其他国家的市场 据悉 自县政府实施与印度达成的贸易协议以来 已经过去了14个月 澳洲企业的出口大幅成长 在这期间 印度增加的市场需求成为澳洲经贸活动的助力 堪培拉目前正在与印度 就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但双方在达成农产品协议方面遇到困难 法雷尔表示 今年7月 澳洲贸易和投资委员会 将首次率领商业代表团 前往新德里和孟买 重点关注再生能源储存和氢能 同时也将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这期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